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频道 离上个包包合集视频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感觉可以再出一期了 不知道有没有从那期开始关注我的朋友还在呢 今天是9个包包 价位也是把圆左右就大家开头看到的那些 可以在当幕区给这些包包打个分从1到10吧 让我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些款式影片做其他推荐 今天的视频一样是不含任何推广的 那么你赶进去就请自己开始下去吧 第一个是这个红白拼接半圆形的皮质小包 它的价格是64 同款还有一个黄 中色 绿色 黑白拼接 各个都非常好看 我觉得它包型很赞 皮质也不错 烧印不压变形 重量很轻 可以忽略不计 把包袋拆下来可以变成手拿包 背面有拉链 因为它赠送了一块可以替换的皮质 可以把每个包包变成一个纯色的 容量的话也不小 手机防晒充电宝 还有一点小空间放补装品 第二个是这个黑色亮皮面的风琴小包 它的价格是128 金属的颜色是偏黄色的复古金 比较通勤风 很精致的一个小包 皮质较软 自带纹路 整体要比图片更有质感 开口的设计很有特色 重量适中 但它系列调子 东西装装的会很有压力 因为皮质较软 装上行李箱的时候压到了 立马留下了纹路 这个风琴包的容量倒不是很大 因为宽度不够 第三个是这个奶油黄色月牙型的小包 它的花朵元素以及珍珠元素 都是比较夏天比较少女的 这个包包的装饰性很强了 马回来后发现它比我想象中的百搭 自重较轻 没有压力 它有两条链子 大珍珠可以用来手提 玫瑰金的系列子可以用来单肩 容量非常大 第四个是这个复古棕色 很有ventage感的一个手提包 它的价格是139 其实还有一个斜跨的袋子 皮面是压成了编织纹理的 非常复古 但金属不是很有质感 包型方面做得很赞 很有立体感 整个包的重量轻到可以忽略不计 里面有个拉链小袋 但没有隔层 容量也许为很大的了 这家店有一些不容易撞款的复古包包 性价比还可以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第五个是这个白色方形的皮质小包 这个包包的美貌和质感都是超过我预期的 价格是128 拍摄那天光线有点暗 其实整个包的五金颜色是偏亮的 可以参考后面的上升图 皮质较软 各个边都做成了齿轮状 重量适中 也是没有隔层 但包包的容量较小 带壳15厘米的插呀 很勉强才能放下plus都是不可能的 这个包还有个不合理的地方 就因为皮质太软 单肩斜胯的时候 手提部分会搭拉下来 不太好看 第六个也是一个白色的半圆形的马鞍包 它的价格是128 同款还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姜黄色 这个包包比较有重量 但不是纯链条 所以压力不大 链条的颜色是复古的黄铜色 皮质厚实 走线平级 很有质感的一只小包 同款还有一个黑色和黄色 这家店铺是刚发现的宝藏店铺 有很多很有设计感 气质 清熟风的包包 较为都在百元左右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第七个是这只很韩泛的单肩斜胯包 它的价格是69 这家店已经是我第二次购买了 整个皮质和做工 以及它的质感都不止值这个价格 包包属于简约气质挂的 比较寒泛 黄色很正很夏天 有一点与图片不符合的是袋子的长度 模特的长度刚刚好是因为它把袋子交叉 绕过包盖就短了很多 实际上我收到的是过长了 无论是单肩还是斜款 磁扣的吸力不强 除非你装的东西很轻 不然无法像模特这样操作 第八个是这个红粉状色的包包 它的价格是64 和刚才这只包包是一个店铺的 它们家总有买家秀能把包型拍得歪刮裂扫的 让我每次都望而却步 不过我每次买到的包包对包型都是特别满意 它的同款还有一个黄色一个黑色 手皮部分是透明的亚克力 整个包包质感都很不错 不会显廉价 金属是银色的 内里为黑色绒布更有质感 重量适中 容量也很大 斜化的皮带可以自行调节 不会过短过长 最后一个是这个编织风镂空的皮质的托特包 它的价格是79 同款还有很多个颜色 那个黄棕色也是很诱人 今年夏天我有点迷恋上这种编织风镂空的包包 买了一个又一个 这个颜色和托特的包型我比较少尝试 到手觉得还不错 和图片没有什么两样 百搭少女 里面的紫带容量很大 足够放手机防晒化妆品这些 母带可以放雨伞水和一些本子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赶在615之前出个包包和鞋子和鞋子和近期的购物分享 我是不是很聪明 那么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帮我三连啊 今天的福利也是一样的 当幕投币收藏点赞这个视频 再到评论区留下你最喜欢的那个包包 例如最喜欢第一个这个红白拼接的包包 我会抽三个朋友送出各自最喜欢的包包 转发这个视频并app我 告诉我你的最喜欢 再抽两位朋友 你们再不脱飞 我也快无奈了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